我真的是要吐槽一下 我大地知道 一个旅行博主 只能颂扬 适合远方的美好 不能轻易暴露路上的煎熬 负能量会显得不合时宜 同时你的攻略也不会有人看了 但是今天 我就想展示一段无滤镜的旅程 和一个路上真实的自己 今天下午 我从麦迪纳飞到首都利亚德 这是我在沙特阿拉伯的最后一站 我真的是要吐槽一下 就是我现在到了沙特的首都利亚德 就这么大一国家的一个首都的机场 到市区竟然没有任何公共交通 没有轻轨 甚至没有机场大巴 就是你能想象吗 而且这个机场距离市区有40多公里 所以你必须要打车的话 要花上大概200多人民币 我刚才网上叫了一个Uber 我现在去找这个车 等了20分钟 终于坐上了车 此时正好遇到沉入地平线一半的夕阳 但是夕阳还没看够 就马上陷入了晚高峰的疯狂 已经开了一个小时 还死死堵在路上 司机都已经无聊地 开始和朋友包起电话粥了 同时我发现在利亚德的街上 没见到一辆公共汽车 如果出行只能自驾 或者打车 没有公共交通 我觉得很不方便 也很没安全感 就算这里因为油价便宜 人均有车 那低收入外来劳工 又是如何出行的呢 OK Thank you 好了 终于到了我的酒店了 刚才那个前台的小姑娘看我在拍视频 就问我是不是一个YouTuber在拍Vlog 然后说不要把她的脸拍到 我说OK没问题 然后她跟我说她很喜欢看视频 但是她就指着旁边她弟弟说 但是她就只喜欢看足球 好搞笑 然后她还关注了我的频道 我来找一找我的房间在哪里 623 OK OK在这里 在哪里 竟然是不用插卡的 好的 这还是个套房还不错呀 也是毕竟我花了500多块呢 但是这个性价比 比在麦基纳还是要好很多了 真的是无比劳累的一天 我现在鸡肠碌碌 但是又懒得出去吃饭 其实我也就是嘴上说说 累了一天怎么可能不吃晚饭呢 不过旅行路上其实很麻烦的就是每天找饭吃 在离酒店不远的广场上 我发现了几个路边摊 在摊主小哥的强烈推荐下 我买了三条油炸不知道叫什么的卷 虽然非常不健康 但是味道确实不错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期完全不顾形象的Vlog 和我的所有牢骚 疲惫与困惑 其实相比那些精致的精修图 这才是旅途中更真实的部分 好了今天这篇很丧的Vlog就到这结束了 我们下回见 我是逆光记 带你一起实现环游世界的梦想 我们下回见